12月29日,陈乔恩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一段自己的最新视频,并开心的配文,今天要参加帽子派对。 照片中,陈乔恩戴着黑色贝蕾帽,画着精致的红唇美妆,一头其间短发净显俏丽。 他最开始入镜时还是一脸高冷,与以往笑颜盈盈的模样差别挺大,莫名就反差能了。 随后,他在镜头前开心展示自己的美甲和新发型,甜美又可爱的模样,少女感爆棚。 陈乔恩从一脸严肃变成了微笑面对镜头,并且晒出的美甲也从两个手指变成了三个,模样非常甜美可爱。 最后陈乔恩便是面对镜头哈哈大笑,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,同样晒出三个手指,美甲做得简单但非常漂亮,看得出来此时的他心情非常好,开心的像个孩子,可爱卖萌笑容超甜。 此前陈乔恩生病住院,大家都非常担心,昨天出院晒照报平安,而网友们看到后纷纷留言评论, 有网友直指陈乔恩报寿,变脸,完全变了一个人。 还有很多网友表示陈乔恩神四楼一霄,也有网友称,怎么感觉像李多海。 更是有网友表示,变得不认识了,和以前不一样了,我心目中的女神,如今看来她的状态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 而且在42岁的年纪,还能保持得这么好,还是非常不错了。 陈乔恩演过很多偶像剧,名气一直不小,但是让我真的认识她还是她演《笑傲江湖》的时候,当时真的觉得她太帅气了。 陈乔恩也算是不老女神了,40出头的年纪看上去像278,美貌令人羡慕。